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一直躲在屏幕后面 其实主要是想听歌 这个歌真好听 典型中国风 这个汤叔本来是一个特别喜欢中国风的人 尤其是民谣版中国风 今天一定不卡 我自己猜 因为你看我还是比较保险起见 第一个 我还是用surface 就没有再用我的以前的比较古董的电脑了 第二个 就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待着 这样起码保证网络能够稍微稳定一点 这个电脑是新的 应该没有中毒 所以正常情况下 而且以防万一 我今天吃饭之前还专门去网络公司 电信公司 我交了网费 哎呀 好的 那么我们就正式进入咱们今天的课程当中 好 今天我们上课之前 有同学问到 老师我是第一次来听直播课 好激动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听得懂 我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刚好啊 这个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关于 一篇文章 它的中心思想 你应该去如何去把握它啊 这点非常恭喜你 因为 中心思想它既是一种提醒 它也是教你怎么去读文章啊 所以太重要了啊 然后呢 它刚好和我们的前面啊 就自成一个体系 所以你前面没有听的 它不太影响你今天的一个听课的效果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来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 今天稍微也是咱们呃上一讲当中啊 呃我们是借助以这篇文章为载体来给大家讲 我们的中心思想题 那我们其实刚好讲到了最后一题 对吧 那前面的题目呢 其实我让大家创线的时候 你们现在在对应这个答案 你们再来看一看 对吧 啊 你看我们的第一题 其实你看它的正确答案 它的正确答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他说的是这个美国人 他们对于自己这个 呃 医疗啊 水准或者是技术啊 太过自信了 对吧 但是到第二题的时候呢 他这个例子 举了这个病人的例子 他要说什么 要说明的是这个美国啊 他们在医疗上的花费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当时需要大家把这个第二题和我们的这个第四题 你把它做一个联字符号 你会发现这两者刚好是截然相反 你看 因为在题杆里面就是已经明确告诉你 与美国相反 日本和瑞典怎么样了 对吧 其实前面在谈 这个美国他 他太浪费了 对吧 那到了 日本瑞典的时候 其实就指的是他们的性价比会非常的高 非常的理性 reasonable 对吧 好 所以通过这一点啊 大家其实我就得给大家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大家可以在这边记一个笔记 就是我们说过咱们的阅读理解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自己可以自测一下啊 你这篇文章里的题目他做的怎么样 怎么去自测 他又不是数学题 对吧 那其实大家不妨 你去感觉一下 我们的一到五到题啊 我们说我们在看文章之前 我们是先串联他的题杆 你可以预测出文章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那么我除了串联题杆 当我把整个文章全部做完以后 注意啊 题目做完以后 你把它的每一个选项 你做一个串联 注意啊 你看 就把你自己选的串联选项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选动是正确的答案 那么当你把所有的正确选项 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正好对应的是 我们整篇文章 他讲的一个内容 当我们把再说一遍啊 当我们把所有的正确选项 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他正好就对应的是 我们文章的完整的思路和内容 说清楚了啊 呃OK啊 好 有有有一个有一个同学 所以如果你串出来 发现你的选项 哎怎么感觉这个文章 好像跟我们文章讲的 似乎有一点不太能够对得上的时候 这说明你的选择 肯定是会有一些问题的了啊 好 我指的是 如果你有时间的情况下啊 然后刚才有一个人说 那个 呃上一次我们讲的一个 打瞌睡的那个内容 啊 我看一下他的留言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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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谈到那道题啊 那道题我觉得他出的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是漫画对不对 各位同学 各位我们每一年考研的同学去年是238万人 各位哦 我从来不看漫画的同学 那这道题对于他们而言是不是就有一种歧视啊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我当时说这道题他出的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所以你只要能够把握住我们解题的基本思路就可以了啊 好 这个是这也不算英美文化 英美文化文化的背景其实太大了啊 文化他其实指的是这个 呃我们的像政治体制度啊 他就算文化的一个范畴了对吧啊 然后是你的这个历史观啊啊 价值观啊 这是文化的和主流核心的范畴啊 唐叔一直想就是我除了教了一个考研经语啊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课程 就是想要给大家讲一讲美国的大的文化背景知识 因为在你们前期啊 我们现在是咱们的老题 老题呢还不太涉及 等到我们讲到新题的时候 大家跟着唐叔那个全城邦 你在看到新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考的特别多的会考到美国民主 然后还会考到美国的法治 好了 这个就就要理解起来 就一定要结合美国的他的文化背景的知识 就这一点啊 所以是如果能够稍微了解一下 对于你理解文章的内容会相对有帮助一些啊 好 OK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在上课之前给大家稍微聊一聊啊 热热身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核心的内容 我们就来看最后一题啊 这篇文章 他其实在表达的要传递的一个主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对于这种题目而言 这就是全文的中心思想题 那作为全文的中心思想题 我们怎么去做这种题目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明确啊 我们说过作为专业的接触过唐书训练的同学 我们的第一步是审题 我怎么知道这道题就是中心思想题 那他的标志就在题杆里面如果出现了来 many about many discuss 或者叫the best title 那一月二的同学啊 他用了这个词 pro preate 就给文章一个适当的标题 好了 这就是如果这些词出现在了我们的题杆里面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题 那中心思想题我们怎么去做 唐书再次强调 考研当中的任何一种题型 我们都一定要做到客观去做题 什么叫做客观 就是不要我们拒绝 举行所谓的推理 那么什么叫做不推理呢 就是一切的答案 我在原文当中都能够 找到我们的线索和依据 是可以找出来的 答案一定是你找出来的 不是你理解出来的 我再次强调啊 好不要说我胖了啊 瘦了没有各位 瘦了吗 瘦了吗 是不是瘦好多 你看瞬间瞬间瘦身的方法 没办法 我要用这个suffice 对吧 没办法 我要保证大家能够听客听的流畅啊 你们再说我胖 我把摄像头关掉 好不好啊 好必须来都说我瘦了 不说瘦了 我不往下讲 好不好啊 好的嗯 好来 重点啊 回过头来啊 回过头来 好 那我们的中心思想 其实注意啊 以前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错误的幻觉 就是中心思想是你总结出来的 还记得小学老师说了吗 叫做阅读文章的段落大意 对吧 划分文章段落大意 并且总结全文中心思想 这个一看 他就是主观的啊 那一百个人心中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所以如何做到我们通过正确的方法来找到唯一的答案呢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方法啊 好 一起来看 来 第一个方法 首先第一种方法叫创线的方法啊 创线方法 什么叫创线的方法 来 看好 将各段的手墨具串联成一个整体 然后注意一下中间的转折处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方法背后他的原因 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我们要找的是全文中心 那一篇文章 它是由段落来构成的 那么段落其实也有段落的中心 那么 这个段落的中心一般出现在哪里 是不是就出现在段落的手墨具啊 对不对 如果要出在出现在中间的 那如果要出现在中间 是不是往往会有转折词作为标志 所以也不难去识别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了 就这样 当你找到了 我们的各个段落的中心以后 你把各个段落的中心串联在一起 是不是就构成了全文的中心思想 你看我这个图还是画的比较清楚的 对不对 好啊 那么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谈到了两点注意 那我们找到这个创线方法以后 创完线以后 我们会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种 就是你的中心思想 是由这样的一个部分构成的 这是第一段的中心 这是第二段的中心 这是第三段的中心 你把他们三者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他就是构成了全文的中心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这不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是第二种情况 你也比较好理解啊 大家看好 这是第一段的中心 这是第二段的中心 这是第三段的中心 你告诉我全文的中心是什么 全文的中心是不是就他们之间的交集啊 我说清楚了吧 那这个交集的本质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交集的本质 这个交集的本质是不是就是各段都会重复讨论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 那么每一段都重复到了 这又无意之间 他又符合了什么原则 是不是要做 重要的事情 要怎么样 要说三遍 是反来复去的题 你第一段题完了 我第二段题 第二段题完了 第三段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的寻找方法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来做题 你会发现 哇 你找到的就一百个人 你读到的文章的中心 他也只能是一个 而不是一百个 对不对 就这个原则吧 好 好 看完了这个方法 我们继续往后啊 那么第二个方法 第二方法 大家画上一个五角星啊 如果能够熟练的掌握第二个方法的同学 我想告诉你 你将成为高手 就是真正啊 这是阅读理解高手啊 就在于 他是否能够意识到第二种方法 因为第二种方法 他不是特别普遍适用 但是一旦出现 我们能够做到快狠准的抓住情维的中心 好 你来看 那第二方法是什么呢 好 注意啊 我们去直接找文章的中心句 大家会发现啊 唐叔做过一个统计 我们现在的考研文章 一篇文章大概450个单词 每篇文章里面大概 15句话 各位同学 15句话里面哪一句话才是中心句 只有一句话啊 15分之一 这是多么小的一个概率 他趋近于零 同意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不能硬猜 他其实是有一些提示的 从形式上看 各位同学 有的句子一看 他长得就跟别的句子不一样 他就是个中心句 那么什么是这个中心句呢 我们来看 他的两种形式 第一种 就是 我应该写错了 叫文章的开头 文章的开头 文章的开头啊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标点符号 叫问号在提示里 那么对于他的回答就是全文的中心 然后呢 唐书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样的句子就是文章的中心啊 大家想想 我们的一篇文章的作者呀 他为什么没有开门见山给你提出问题 他为什么就没有直接把他要表达的观点扔给你呢 而是要通过一个提问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说啊 作者写文章的目的是不是就进行啊 和读者进行交流 对不对 好了 他既然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你会发现我们平时啊 呃 你跟有的人聊天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人啊 跟他聊啊 啊 特别没劲 对吧 跟他聊聊不下去 但是和有的人聊天 你会觉得哇 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包括你们听课也一样啊 对吧 你听有的时候 你听有的老师的讲课的时候 你觉得索然无味乏善可成 但是你有时候听老师 哎 这老师讲的真好 对不对 那原因奥秘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 有的老师或者是有的人 他可以叫抓住你的注意力 不管他说通过什么的方式 抓住你的注意力吧 对不对 好 那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如何被人抓住注意力呢 你看 人有一种本能叫好奇心 大家同意吧 是不是一种本能啊 好奇心 我吃了吃吃喝拉萨 所以有一万 你其实有一种好奇心的 你其实平时特别讨厌什么东西 你讨厌聊天聊一半吧 哎 哎 你哎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那小小董老师 小董老师跟在谁好了 你知道吗 跟在谁 你知道吗 好 我们下节课再说好不好 是不是感觉 同学们知道题选A 但是不选B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下节课再说 你说我要这么讲课 你肯定把我扔出去 对不对 是不是感觉 所以我们特别想要知道答案 对吧 好 因此啊 作者其实他不是不告诉你 他就是通过提问题的方式 来抓住你的注意力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吗 那么什么一篇文章 我说有15句话 他每一句话都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吗 他不可能吧 所以他对什么样的句子 要抓住注意力 各位同学想想 是不是对一篇文章 他最想要强调的内容 那这是什么内容 是不是就是全文的 中心呢 听明白了吧 你看我说这是做题的高手 他们就能够掌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当你看到一篇文章 他的开头有一个大的问号的时候 各位同学你一定记得 他的回答是这篇文章的中心 这几个关键词 你们一定要把它圈下来 提问回答 开头提问回答中心 记好了吧 各位同学 第二种啊 第二种 第二种呢叫读 第二种形式 表示中心叫做读句段 读句段是什么呢 就你听他的顾名思义啊 就是一段话 只是由一个句子来构成 我说清楚了吧 本来一段话 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句子 但是为什么这段话 他能够单独构成一句呢 是不是恰好说明 这句话 他实在是太重要了 重要到什么程度啊 重要到其他的句子 是没有资格跟他放到一起来的 是说明他也太重要了 所以他就构成了一个单独 就那一句话 所以如果发现一个段落 只有一个句子构成 OK了 那他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句 好 然后大家想想 这个形式上 其实是容易识别的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 真正放在我们的实战当中的时候 你会想吧 读句段相比普通的段落而言 是不是应该短一点 所以我应该相比比较而言是容易识别的 但是大家想想 在实战当中呢 实战当中你为什么很少注意到有读句段 因为在考研的文章的读句段当中啊 他往往一点都不短 他往往是一个长的一个段落 而这个段落恰恰只有一个句子构成了 所以他恰好又什么 长 难 巨了 各位同学 我说清楚了吧 对的 也就意味着你只有读懂了这一句话 你才能够抓住文章的中心 所以你看考研考的是什么 考研是不是既要有一定的方法 技巧来帮助你 同时也必须有实力吧 你找到了这句话 但是你读不懂 是不是依然非常的遗憾呢 我说清楚了啊 所以你们会发现 你们听唐书的课有一个感觉 哦 原来阅读理解啊 除了我们把文章进行翻译以外 他背后原来有那么多的方法 哎呀 跟着唐书听歌真是太直了 但是我一再一二再再三的前来 大家一定不要被所谓的这些方法技巧 所误导 而忽略了你自身英文实力的提升 对不对 归根结底 背单词一定要背的 唱单句一定要学的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叫做中心句的方法 我说过啊 这个方法需要大家勤加练习 才能够对他产生一种敏感度 否则一篇文章啊 他放中心句要放在这个地方 我不讲你都意识不到 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 就是学而实习之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一定要加大练习 好 再来看 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呢 来大家记一下 叫文中反复出现高冰词 你后面给一个评价 这是最直观的一种方法 抓住文的东西 为什么 就一个单词 他在文中啊 反复多次出现以后 我们不要做题吗 A B C D 哪个才是我们全文的中心呢 哪个选项 有这个词 哪个选项 就是正确答案 你说他直不直观 唐书说清楚了吧 OK啊 OK啊 好的啊 你们现在听我的 我回答两个问题啊 就是第一个全程班里面没有长单句 不会啊 有长单句啊 这个就是在唐书的那个基础阅读课当中 基础阅读里边 就是专门讲句法的啊 他和田径老师那个区别 田径老师讲的就是语法课 那语法 句法是语法当中的一个小的内容 他可能啊 更加直观 或者说呢 我已经帮大家筛选到了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语法 你们就直接去抓读长单句的一个技巧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 你可以在唐书的新浪微博的置顶啊 唐词老师 这是我新浪微博 在我的那个置顶的部分 有一个二维码 你去扫那个二维码 就可以听到完整的内容啊 非常好 对非常好 我要强热 第二件事情就是 这个长单句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听三遍 对吧 数读百遍 奇异自现啊 你听第一遍回去 嗯 能够听得懂 但是我一定要你听到第三遍 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对吧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同学说老师现在来听你的阅读课 是不是太早 一点都不早 因为我都说了 我这是老题班 我现在其实讲的是我们的阅读的 在考研当中阅读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不仅仅是在做题目 大家应该有点意识 对不对 你们真的会发现 原来我侧重的是教大家怎么去做阅读 或者怎么去读文章 尤其是把握好感情色彩啊 把握好巨间的逻辑关系啊 这是大家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那种 对不对啊 好啊 好 所以我就针对一个刚才的同学的提问 我就问的非常有代表性啊 好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 我们的中心词是我们去找中心思想题目 他的正确答案的一个第三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非常直观的 但是唐书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的中心词啊 它会出现两种情况 大家注意啊 第一个以前是原词在文章当中 原词在文中啊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说 所以你一眼就能够看到到它 对吧 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但是现在我们近年的考试当中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好了 不再是一个词 而是各位同学啊 而是同意表达 各位哦 注意 我们所知道的 以前啊 我们对于同意表达的使用 往往是在做题目的时候 文章里面一个词 选项当中一个词 对吧 你看一下两者之间是否是一种同意替换的关系 但是唐书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在文章的内部 在文章内部你会发现 有很多 尽管出现了不同的单词 其实表达的是同意含义 我说清楚了吧 啊 完整天 完整做过做 完整天空 你们到十月份才开始 来得及 现在对我 好不好啊 好啊 翻译可以早一点点 因为翻译啊 是我们的唐靖老师 唐靖老师的课 我是全程听完了的 各位同学 因为唐靖老师的课 他在讲翻译的过程中 其实讲的是什么 是不是在讲长南句啊 我说清楚了吧 是非常好的去复习我们语法点的一个地方 而且同学们有种感觉啊 就是你们单纯的去复习语法 你会觉得 哎呀 没什么成就感 但是你在听唐靖老师在讲这个翻译的时候 他本身是得分的题目 你可以量化一下自己的学习 所以你会容易得到一个及时的刺激 所以你可以把翻译的 你可以提前稍微看一看 都可以的啊 ok 好 ok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实战当中啊 我们的历年真题的一个回顾 我说过啊 唐书的讲课的一个基本逻辑 大家现在都已经能够适应了 对吧 我先讲一个理论方法 然后马上用历年的真题 对吧 来去实践的来检验一下啊 就带着你们来做练习 好不好啊 翻译还没有上线啊 那就等上线吧 对啊 唐靖老师这个这个教翻译也是跟那个王江涛老师一样啊 大神 就是你想嘛 他们至少是15年在在15年就做一件事情啊 唐靖老师15年就教翻译 他啥课都没教过就教过翻译课 你说他得把翻译得上到多好 对吧 这就是树叶有专攻啊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首先来 来回顾一个我们曾经做过一道题目 有没有印象 做人很危险 做一个男性是非常危险的 对吧 好 这篇文章我们说一下哪一下是来best的title 对不对 这是我们首先第一步来进行审题 好了 还记得吗 这道题选什么 叫human evolution going nowhere 叫人类的进化 无处可去 对吧 好 那你来看一下 这个 呃 大家先别先别忙着提问啊 这个我我现在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尽量让我连贯的把这个文章跟题目全讲完啊 好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我们干嘛 创线吧 先来看一下第一段第一句话 守末句 第一句话说的是 作为一个男性非常危险 但这不是重点 对吧 因为在末句的时候 他说evolution has gone 这是我们的末段的内容 我说清楚了吧 好 你再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一上来说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commit evolutionary suicide 叫进化干嘛 自杀了 第三段说的是 this means evolution is over 各位同学 你发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创完线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们三段话是不是都在讨论 人类的进化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选地下 除此以外 你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吗 我们这个人要 其实是找到了一个交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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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交集 哪个是交集 各位同学 找到交集了吗 evolution evolution 还有evolution 是不是他的交集 很清楚了吧 而且这个 这个对象evolution 他怎么样了呢 他的一个动作是啥呢 来 has gone 否定掉了吧 消失了呀 自杀了呀 是不是也否定了 还有呢 over 你看 是不是也是 你看evolution这个词被反来复去的原词重现 然后呢 has gone suicide over 是不是一种同意表达 所以这一道题 各位同学 你有没有发现啊 他其实 两个核心内容 只不过第一个核心的evolution是原词的重现 第二个内容 结束 是用了不同的表达 在谈同一件事 所以我说这个例子太精彩了 大家画上五角形 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说清楚了吧 OK 啊 好的 好的啊 好 这个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呃 第二个例子 他说 来 我们马上来做一道新的题目啊 给我弄一个 来 best title 好 我们一起来看啊 大家对着我的讲义啊 因为我的讲义真的是精心编制啊 就完全跟咱们的课程是完全保持一致的 好 我们来看 这个 好 那个咱们助教能够帮我回答的问题 就帮我回答一下啊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一上来 他说what accounts for the great outburst of the major invention in early America 好 注意成一个词叫做 accounts for accounts for的意思叫做解释说明 我说清楚了吧 解释说明 他什么解释说明了 美国早期啊 outburst的叫做大量的涌现出来 什么东西大量涌现的呢 叫invention叫发明创造 对吧 像美国开国云勋之一啊 就美国宪法的奠基人之一 弗兰克林就把那风筝放到天上去的去去去去导电的那哥们啊 你看 多少的发明对吧 好了啊 上知天文下小弟弟就这样一个人 美国开国元勋参与到了美国宪法的制定 所以早期的美国的这一关开国元勋就是全财啊 因为在那个世纪 那个18世纪的时候就是在法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派对吧 那个改革派啊 好你来看啊 所以文章开头 他说的是什么解释了美国早期有那么多的大量的发明文献 你看咱们中国现在干嘛呢 就是奠定了美国他的这个这个强国大国的一个地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干嘛 叫望重的创新创业 好了啊 都是是可以有这个经典的成功能案例可以遵循的 好 你发现没有 各位 来 唐叔啊 故意跟你扯了很多啊 题外话的目的 我就是想要让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反应过来 你还记不记得 唐叔刚才干嘛呢 我说过 这个知识点你学了不代表你会用啊 你反应不过来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敏感度你有吗 各位同学 这一上来就是文章开头第一段的一个提问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全文的真心思想啊 你看唐叔的课程 他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啊 我没讲一句话 我都是思考过的 我没有废话的 你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所以一定要你唯有勤家练习啊 不要以为自己听懂了 你就会听懂和自己会 不用之间是有区别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现在现场有将近1100个同学 所以每个人 你根据你刚才自己的反应的不同 你赶紧要在你的笔记当中 每个人你们记的笔记不应该是一样的啊 应该是针对自己的情况 你们赶紧去记笔记 哦 这个地方我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你一定要打上一个重重的五角星 旁边去练 去找自己看一下 在历年的真体里面 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对吧 回答一般就在下面 好 你来看 二段 Amount of many shaping factors 在众多的这个shipping factor 叫构成的元素 原因因素factors 对吧 shipping叫做塑造 那么也就是说塑造 他们之所以有那么多大量发明涌现的因素 或者原因当中 I would single out the country's excellent elementary schools 我尤其sing out 我要单独把它拎出来 我要特别强调 我要指出这个国家卓越的来叫animentary school animentary school叫做小学 好了 就小学打基础打得好 美国的文化背景 我稍微提一点 就美国这个国家牛逼在哪里 美国当年西部大开发 对吧 一片荒 蛮荒之地的时候 他们走到哪 都要做三件事情 我觉得你想想 200年前的人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非常不容易的 200年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一旦能够保证生存 他们要做的三件事情是 第一 要修教堂 第二个要修邮局 第三个就是要修学校 当然可能是以小学为主 这是美国他们到任何地方 一定要做到这三件事情 教堂代表了他的信仰 他的精神支柱 邮局 他代表的是与外界的交流和信息的沟通 那第三个学校 你看牛逼不牛逼 200年前的人就能够做到这点 尊师宗教 所以这个国家非常厉害 我上次还跟大家讲过 就美国 现在中美之间关系不好 在打贸易战 对吧 中国因为我们有实力 对吧 我们经济上GDP上有实力 但是你要从一个全部的综合的国力上 想要超越美国 一时半会是真的很难做到的 我们三代人的努力都很难做到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最牛逼是什么 是教育 各位同学 我们中国是在进行义务的教育 然后我们义务教育花了 我们大量的都是我们自己以后走上工作 赶上去说我们要交税 我们我们的这些税就是用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 都是义务教育啊 免费教育了那么多培养出来的最后的优秀人才 都去了美国 或者是很大一部分去了美国 美国是白捡的 他没花一分钱 他就能够吸引到全世界最牛逼的人才 你所以我说从这一点上讲 美国要领先于世界可能 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啊 要超越它是很难的啊 好 大家努力啊 努力 报效国家啊 好 这是第一个要各位看这是什么 这是分号对不对 这是分号啊 接下来他不止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 Label force 劳动力 对吧 啊 就说知识的储备 然后呢还可以通过生产力 把它落实 对吧 接地起了 一个劳动力 什么劳动力 他能够非常好的来迎合 welcome 迎合了我们的新的技术 就说他们是掌握了这个技术 可以马上啊 就是变成这个经济的生产力的 好 第三个 好 叫practice of giving premium 而这个词我不太熟 这个其实考验大刚要求词汇啊 指的是一种奖励 奖励的机制 对吧 奖励机制 鼓励你 奖励机制 第四个 叫spatial thinking about things technologically 啊 叫做空间思考问题的能力 好 到此为止 各位同学哦 来 我们拉回来 有多少同学 你们读完这一段以后 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啊 各位同学 你在读完这一段后 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 有没有 各位同学 你们看自己的讲义 非常好 跟举例子没有关系啊 各位同学 它是不是一个读剧段啊 各位 你 大家现在能够体会到了吧 你会发现读剧段 不是孤零的一个小句子 让你看的特别的明显 它真的是一个长句子 让你都没有意识到 它是一个读剧段啊 对不对 所以赶紧记笔记啊 你每个人跟进你自己刚才的反应的情况啊 看一下自己的敏感度够不够啊 所以这句话 各位同学哦 这个句子就是非常完整的回答了 上面的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 各位同学 你们来看一下 我们剩下你们对着我们的讲义啊 大家对着我的讲义 下面的 我这段没有做了 各位同学你们来看一下 也就意味着它的原因至少有四点 对不对 整个的文章就是一个总分的模式 接下来其实还有好几段 三段四段五段六段 每一段都单独在谈其中的某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说来看一下 很多人很关心一下 那这道题选什么呢 我们就这么来做 首先进行排除 对不对 各位同学 是不是来首先排除一下 一定不能做答案的是谁 单独谈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做答案 唐叔叔说清楚了吧 所以我们一个都来排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B选项是不是就不能选啊 唐叔说清楚了吧 B是不是就不能选 还有吗 好 Ways of thinking 是不是这个B跟C都是属于片面的 好 那剩下的只有A选项和D选项了吧 你看我们的做题 我们的做题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 一步一步一步是很清楚的 从来没有说我来来来 我们自己来理解一下 唐叔从来不会这么讲课 是非常的严谨的 好 A跟D A跟D来看好 D选项错在哪里 D选项错在哪里 看好了 我们再把我们的问题提一遍 叫What counts for the great outburst of the major invention 什么解释了美国早期大量发明的涌现 D说什么 out pouring out pouring正好是我们的outburst的同一提换 同一开写 所以D选项旁边注明这是问题本身 各位 想明白了吧 各位同学 所以这个D选项它是一个强干扰选项 所以最后我们其实选的是A选项 各位 就这道题 这是这道题 好 那么我说过 唐叔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想要训练大家的一种解题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 那么老师这一条我具体怎么去找 因为我说过 因为这篇文章我只给他截取了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没有找到A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都说过我们这道题练的是大家的一种排除的能力 你待看我们完整的文章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每一个排除大家都应该发现是合理的 有理有据的 说清楚了 好 再来 03年的中一题还没有讲 我知道 我知道 待会我们把整个的文章给大家梳理完 我们再来看 你会非常的清楚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96年的第五篇文章 我们一起来看 叫 Rumor has it 叫有谣言说 这是一个固定表达 他说有超过20多本 关于criticism evolution are in published pipeline 他在我们的出版商的 in the published pipeline 在他的管道当中 什么叫在管道里面 就是说一件事情正在酝酿 我说清楚了 然后这个词字我不太熟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看一下这篇文章中心是什么 我们现在练什么方法 是创线的方法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什么内容 大家告诉我 手句 你把它圈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扫一点我们的墨句吧 墨句是什么 实际上 所有的科学家和大多数的非 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领袖 都开始认为 所谓的科学的创始论 创始主义 是一个bad science and bad religion 好 手墨句我们创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一句话 the first four chapters of K's book give a very brief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 他这本书的前四章 给了 创始的进化论 一个简明而要的介绍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的第一句 好 再来看 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K is philosophy 还记得K这个人是什么吗 K是不是就是我们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当中谈到的 K's book 你注意这个表达 K's book 说明K是这本书的什么 是不是作者呀 是谈清楚了吧 好啊 他说K这个人是一个philosopher 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and this may account 又来了吧 这个词组 叫accountful 你看一个词组是被分开了 这是考验当中特别常见的那种现象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 背单词的时候 一定要熟记我们的词组啊 好 这就说明了 他的论证的清晰性和有效性 这是关于他的论点 因为这篇文章谈什么 创始论和进化论吧 所以你想这是多么复杂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他的论证是非常有条理的 大家都看得清 好我们串完了呀 这三段话以后 来大家告诉我 这篇文章 他似乎是一个来digest digest意思呢 叫我们备过的一个意思叫做消化 对不对 但是他做名词讲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摘要 就是报纸啊 文章的一个摘要 所以这个不难理解了 什么叫摘要 就一篇文章有人帮你读完了 读完了以后帮你写了一个小节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他在思想上 他在大脑里帮你把这篇文章消化了一遍 对吧 这个意思是相关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ABCD的四个选项吧 各位同学 我们做创线啊 ABCD我们选谁 来我分别来介绍一下 A说的是a book review 叫一本书的书评 B说的是科学的论文 创世论进化论 C说杂志的feature叫特写 D学下这是一个新闻报纸的社论 各位啊 社论 选哪一个 各位同学注意 这道题没有任何的争议 A选项 这是一部书的书评 所以当我们进行创线的时候 各位同学你看好了 你就再次能体会一下 各位同学我们做题什么叫客观啊 各位同学你来听好啊 咱们前面道题选A啊 来我们来看 每一段我们都谈到谁了 有谣言说有二十多本书 进化论创世论 好 第二段书 还有他的作者 他的前四章在讲什么 然后又介绍一下 这个作者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道题就选A选项 非常清楚 有没有问题各位 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想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对道题啊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在考试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是要全文通读的 对不对 你要全文通读 你在全文通读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太多的 你看这些无关的信息 他在对你进行干扰 好 B怎么说的 有些人问老师B选项呢 你是不是看到这个词了 Scientific 是不是看到它了 好 我们首先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 paper paper的意思叫论文 我请问各位同学 科学论文 你是不是看到进化论会创世论了 但是我们文章里面 从来没有提到过 paper这个概念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这是典型的无中生有 paper从来没提高 各位同学你们对着自己的讲义 从来在文章中没有出现过paper这个词 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对于paper的同意替换 同意表达 旁边写 这就是你的幻觉 所有错选B的同学 你在干嘛呢 你是不是在还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在做题啊 唐书的课你都白听了 我们反复强调过 我们的一切的答案就是在我们的原文章去找 对不对 好 还有scientific 老师scientific出现很多字 你看你学了你听了唐书的课真的不代表你会用啊 我们前面的怎么说你看看 这是什么 唐书有没有讲过这个地方 有讲过吗 各位 各位同学你想想 有讲过吗 这些东西是有双引号 双引号一旦出现代表他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吧 有时候表达的是一种反语对不对 你看好还有同学说第一选项 第一选项 还在问选递选项 你应该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唐书的课吗 你是第一次听唐书的课吗 我说过 不要让自己作为思想上的懒汉啊 你自己能告诉我为什么不选递呢 或者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选递呢 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他是newspaper 还是看到的editory 叫社论 我首先明确一点你知道什么叫社论吗 你别中文什么叫社论的意思 你是不是搞不懂 你怎么能选他 这是其一其二 newspaper在游泳中哪出现过 newspaper在游泳中哪里出现过 刚才问D同学 来来来来 我没有批评你啊 我就是让你印象深刻 刚才问 一个叫问D的同学 我就让你这个印象深刻 你不全凭自己的理解吗 你下推理吧 我得把你挑出来 啊 我一定要找到你 让我找到你好吗 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好吗 啊 好了啊 好啊 所以这个D选项啊 现在清楚了吧 这是完全不应该有的错误啊 各位同学 嗯 对不对 我跟他翻了半天啊 对不对啊 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啊 我只是让你印象深刻 哇 你这堂课被唐叔专题广播了啊 这是好事啊 所以你就清楚了吧 因为你一旦犯错误 这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今天上到了我们的第七次课 的第五次课了 它代表的是一种常见的 惯这个常见的错误思想 就是你读文章还没有上路的 就是做题还没上道呢 你在怎么做题 你完全在凭自己的想象 原文中从来没有提到过 对不对啊 好啊 OK啊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98年第一篇文章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这篇文章他的作者 他在试图按住我们 他要给我们的 介绍的这个内容 能够最好的把它诠释为 什么东西啊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来看文章的开头 他说 few creations of big technology capture the imagination like giant dimes 好 首先在这句话当中 有一个小亮点啊 我带你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啊 来 few 你把它做记号 然后like 再做记号 这是一个典型的叫 否定词 再加比较急 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它翻译成最高级是最好的一种翻译 否定词加比较急等于最高级 你就这么翻 效率是最高的 你听好 我给你翻啊 我原封不弄意思这么翻 叫做很少有大型技术的创造物 能够capture capture叫做抓住 抓住你的想象力 像大坝一样 那啥意思呢 我翻译成最高级 你一下就能够明白 叫大坝 最能够抓住你的想象力 我说清楚了吧 大坝 大坝 我记得我上一个班 我说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 好多人占我便宜 我说大坝 那留言区里面一堆 嗯 哎 哦 乖 这种 啊 好啊 好啊 好 所以我说清楚了啊 否定词加上比较急 直接把它翻译成 最高级 这个翻译就是 效率最高的 叫大坝 最能够抓住我们的想象力 对吧 好 那我问你 那第一句话 其实就在提示我们说 这篇文章 在讲这个大坝 好不好 大家告诉我 这个大坝好不好 是一上来就给大坝一个很高的评价吧 大坝 真好 对不对 好 再来看 那 往下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来 到了我们这段话 是不是有转折了 各位同学 你看我们要创线啊 创线第一个创的是段落手据 然后你一定不能放过的是中间如果出现了转折吧 那把他后面我不看我都知道 后面说什么 大坝 不好呗 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好啊 to be fascinated is also sometimes to be blind 你看 体会一下 是感情色的维富啊 叫做这个盲目的 对不对 是一个典型的负面环境 哦 干脆老师哪有比较急啊 是这样子的 我解释一下 我们最常见的比较急是 对吧 但是 as和like呀 它是不是叫做像什么什么 一样 这个呢 我们其实称之为叫叫同级比较 叫同级比较啊 所以我刚才谈到这个这个feel 然后后面这个like 或者你把它换成as 或者我们最常见的then 它都可以用我们刚才这套理论 叫做否定词加比较急 我们把它翻译成最高级就可以了 好 那么话说回来 我们看完了第一段以后 那第一段的概念很清楚 一上来讲大坝好 但是没你想的那么好 对吧 它可能是必大于利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段内容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段话 第二段 它是接着说 the lesson from damps 好 当你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太棒了 它谈什么 lesson 我们怎么翻译它 是不是叫做教训 不叫一堂课了吧 叫教训 我们要吸取大坝的教训 就是big is not always beautiful 大的它不一定就美 大的它不一定就好 是不是第二段继续在强调 大坝的不好的地方 对吧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段 第三段 但是big damn turn not to work as intended 它大坝呀 它并没有as像什么什么样 像我们intended 叫打算吧 它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 像我们期待的 像我们打算的那样 去发挥作用 去工作 去产生效果 所以是不是第三段继续在谈大坝 不好啊 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好 再来看第四段 你会发现第四段 它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表达 叫and yet 这个yet是我们经常说的but yet 还有however 这是考验当中 常见的表示转折的三个词 于是你会发现前面是不是还有个and 那这个and呢 这and是干嘛的 是不是构成一个并列关系 谁和谁构成并列 三段和四段的并列 是不是很清楚啊 but and yet 太好了 那这个结果只是又提示我 我第三段在谈大坝不好 第四段其实继续谈大坝不好啊 对 继续说不好 非常清楚啊 好 你再来看第五段说 mean well in indian 你干嘛呢 各位同学 这个印度是干嘛的 唐叔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考研里面特别喜欢用印度干嘛 举例 他就是个例子吧 那么他是一个例子 例子无非是要支持观点的 观点是说什么 观点都在说大坝不好呗 印度修了个坝 这坝肯定必大于利 好 再来 第六段 我们来看第六段啊 峰回路转 各位同学啊 他说 proper 哇 看到没有 是不是正面评价 scientific 是不是正面评价 这个是没有打双一号的哟 他适当科学的研究 对于谁的研究 奥福格 从何往前翻 对于 大坝的 影响的研究 还有什么呢 and the cost and benefits of controlling water 以及啊 控制 洪水所带来的 壁与利的研究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翻译还有点难啊 就这个and 注意啊 这个and一分为二 其实是都是在谈研究的 研究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后面这件事情啊 你注意他的断句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 解决这些矛盾冲突 各位同学 resolve this conflict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前面是不是都在讲 大坝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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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段 峰回路转 他说所有的这些不好 所有的矛盾冲突 只要通过适当科学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把它解决掉啊 有没有发现 好 本来是峰回路转 说这些 侠不掩喻嘛 但是到了最后段 还有什么 一个转折词 好清楚啊 when you are dealing with mess it is hard 好 你要把这个词叫hard 是表达否定 很难 什么意思很难 很难做到适当和科学 哇 啥意思 你只有适当科学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很难做到适当科学 所以说明这些问题矛盾冲突 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他说清楚了吧 所以归根结底还在谈这些大坝好不好 不好 对吧 好 所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我们是时候 it's time that the world learned the lesson of us us one 就是大坝那个同意改写 对吧 好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是时候又吸取他的教训了 所以来看ABCD的四个选项啊 来看一下ABCD A说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ewed milk 这段话 这篇文章最先要讲的是什么事情呢 叫 哭是没有用的 对于什么事情哭是没有用的 spewed milk spewed milk意思指的是 这个奶 已经 就是spewed 泼见泼洒 他说牛奶一洒 欲哭无用 各位同学你告诉我 这A选项 能选吗 哎 你把它变成一个 这个咱们的成语 哎 非常好啊 蛮好的同学都反应过来了 叫负奶难收 对不对 负奶难收 对吧 中国是水嘛 它是奶嘛 负奶难收 好 啥意思 但你要明白 他这个负水难收 他背后的意思是啥呀 是 你结合我这篇文章 是说大坝修了 他就修了 对吧 无论好坏 没办法 你看是不是特别小极啊 对不对 好 再来看 B选项 more is the last bit 叫欲速则不达 再来看C 三思而后行 look before your leg 叫跳之前 累 跳跃 跳之前 你先看一看 三思而行 对吧 好 再看B选项 谁笑到最后 谁笑的最好 各位同学 这篇文章啥时候讲过笑 所以咱们最后只能选C选项 大家发现了吧 排除法真的很好用 有天想选B选项的同学 唐叔再来提醒你啊 我们全文从来没有谈到这个概念 但因为发现 尽管我们这个ABCD啊 大家会发现 无论是老题还是新题 老题它的规律 它不老啊 我们会发现啊 我们的选项 他喜欢干嘛 走文艺路线吧 你看是不是全部用这些成语啊 老书成语我不理解怎么办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老师 我根本就看不懂这个 看不懂没关系啊 你会发现我们 你看 欲速不达 我们从来没有谈得过任何关于速度的问题 说大坝修的太快了 没有 对吧 所以他不好 所以你就是还是按照我们最核心的原则 所有的选项应该在文章当中应该能够找到依据 没有依据的 就可以直接排除掉了 C的意思叫三思而行 因为我们原文在讲什么 learn the lesson 不仅这个地方谈到了 你再往前看一看 在非常重的地方是也谈到了 你要吸取教训三思而行 是不是这个原则 OK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例子啊 好 继续来看 我用大量大量的例题来给大家做证明啊 好 我们再来看00年的第三篇文章 大家赶紧翻啊 好 好 继续来看 文章的开头的第一段话是一个小的长篮句啊 哪怕再长再难 我们慢慢读 嗯 哦 类不没有 各位同学啊 老师问了老师 look before your lip 他是对什么的感谢 叫 learn the lesson 要吸取教训 就是吸取教训的含义 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来 A选项 B选项 C选项 D选项 哪个是最接近于我们叫吸取教训的 A选项什么意思呢 我说过他说感情是非常的消极吧 说我我打把修得不好就不好那没办法了 我吸取教训至少是谈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应该有一些正面的思考对不对就这个原则对吧啊 好 不解释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00年的第三篇文章啊 OK啊 欲速不达 欲速不达 他是谈什么 就是我这东西做的太快了 所以我要慢一点做 我们全程中没有谈到过这个任何关于速度的话题 这个实在连的太跑遍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00年的第三篇 我们这个例子 我们首先来搞定我们的第一个长男剧啊 来看 当一个新的运动在哪里运动呢 在艺术当中的运动获得了某种时尚的时候 It is advisable to find out what is out of case are aiming at advisable叫做非常的明智 做什么事情很明智 找出 找出他的advocate 在这里刚做的是人 叫做提倡提议的那个人 他的目标所在 Ami那叫瞄准 也就是你的动机 你的目标 找到他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句当中比较难的就这个词 负 很多同学你们看到负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把它翻译成为了吧 注意啊 这段不叫为了 因为为了讲它是一个借词 而我们在这段应该把它翻译成因为 他要做的是一个连词 我怎么知道他做连词 因为他前后都是两个句子 就这个原则吧 我们前面的之前讲过的啊 好 因为 为什么要找到的动机呢 因为 however 这是第二个小难点 however 我们通常把它当成是一个转折词 但在这个地方啊 他表示无论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唐叔的课都是纯干货啊 大家搭起精神 纯干货 叫无论啊 好 那我怎么识别出来的 大家看好 however 赶紧记笔记啊 however或者是whatever 这些词 他后面如果出现的是紧跟的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是副词 那他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叫无论怎么怎么样啊 后面跟的是一个句子 这时候就要把它翻译成叫无论怎么怎么样啊 我讲完这道题 我们就中间休息 好不好 大家坚持一下啊 我们是一个惯性的啊 我们保证把这个中心思想这个串线把给大家串出来啊 叫无论 farfetch 叫做遥不可及 他总而言之感情思想为父 unreasonable 你看 是不是也是感情思想为父啊 多么的不合理 什么东西不合理 their principle may seem true 所以无论他今天看来 他是多么的不靠谱 不合理 it is possible that in years to come 我把它这个可以翻译成在未来 in years to come they may be regarded as normal normal 你看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正面的吧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你今天看他是多么的不合理 当我们用未来的发展的眼光去看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好理解吧 我举个例子嘛 例如 对吧 在过去我们认为 叫你这个个体 你不能去进行这个经济上的买卖 那个时候叫什么 叫投机倒把 个体户叫投机倒把 抓取起来最重的是杀投 对吧 但是现在你看发现 我们现在是个体或者叫私营经济 他不再是有意的补充 他几乎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叫时间相反 一切相反 是不是就那个原则 大家想起来了吧 好啊 再来 with regard to futurist poultry however 注意这个地方表示了就转折了 为什么你看他后面不接句子了吧 好吧 他后面不是接形容字复词了 你看 两个标点符号吧 好啊 你看 with regard to 相对about或者是as 当我们谈到未来主义的诗歌的时候 老师这个词我不太认识啊 你看这个词怎么来的 future是未来那个单词 加上了ist表示 人对吧 未来主义者的诗歌 你可以不用翻译它啊 我说过你就考试时你把它当成fp就可以了 把它当成是一个概念 当我们谈到fp的时候 问题来了 the case is rather difficult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 因为 for还是把它翻译因为啊 无论futurist poultry may be 无论它长成什么样子 破译号我可以先不看它 it can hardly be classed as literature hardly 强烈的否定吧 它都很难被划分为文学 好了 那这个however啥意思 就是对于未来主义诗歌就是fp而言 它现在不行 到了以后 它仍然不行 所以整个就在强调 这个futurist poultry 它不好感情色彩下下 说清楚了吧 各位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段 手摸两句话 然后看第二段 第二段 它说 this in brief is what the futurist says 这简而言之就是 未来主义者他所说的话 注意哦 我们文章开头啊 已经对未来主义的诗歌进行了负面的评价 所以对于他说的观点 他说的话 我们的作者仍然应该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没有问题吧 好 再来看第三段 毫无疑问 他们的一场对于战斗的描述 是令人感到confused 又是迷惑困惑 是不是又是个负面评价 好 再来看 最后一段话啊 马上结束了 this though it fulfills law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futurist poultry can hardly be classed as literature 天哪天哪天哪 hardly classed as literature 他尽管怎么怎么样 很难被划分为文学 各位同学你告诉我 这一句话在哪儿好像看过 在哪儿见过吗 各位 其实是不是就在咱们的第一段的最后一个部分 it can hardly be classed as literature 再次对我们的未来主义的诗歌做出了一个负面评价 而且不再是一个单词的重复 而是整个一个句子的重复吧 那一个句话为什么要反来覆去的讲 而且是出现在文章当中的各个段落的守或者尾 非常重要的位置进行重复的 是不是说明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 好 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直接做题了 各位同学这道题的做题的思路啊 各位同学听好这道题 你暂时不要去管这道题选谁 你听好唐叔的思路 他问你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什么 我们怎么来选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篇文章我们创线以后发现 讨论的核心对象是谁 首先找核心对象 我们讨论核心对象是不是未来主义的诗歌 唐叔说清楚了吧 所以未来主义诗歌你来看 只有B选项和D选项涉及 所以A选项和D选项直接排除掉 是不是很清楚 你看做题的过程啊 思路比答案更重要 您旁边写 好啊 你的第一步排除A跟D 因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最核心的概念 对不对 好 然后剩下B跟C当中呢 在B跟C当中你一定不会错 如果B跟C你都选错了 只能说明你的词汇量 真的太猥琐了 Marriage 这是考研大纲的要求词汇 啥意思 叫优点 我们要谈的是未来主义诗歌 他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C选项感情色彩和原文刚好相反 所以最后这条题选拨 B选项 找完了 各位同学 你看唐书讲题的是这个流程是非常非常的 是不是叫客观 或者是感觉是做题很像一道数学题 因为只有这么讲 才能够保证我们以后做任何一道题都不会跑偏 对吧 OK啊 好 所以这条题啊 答案是这个B选项 但是比B选项更重要的是他背后那个解题思路啊 好 我们稍是休息 大家上个厕所啊 我们待会回来休息十分钟 OK啊 好的好的啊 赶紧 好啊 欢迎大家回来啊 上课了啊 本来我也想听一下这歌了 继续来看啊 继续来看啊 这个前两天这个我刚才 课心休息的时候 我忍不住刷了一下微博啊 看了一下韩寒刚发的一篇 说的太棒了啊 就前两天不是特别火吗 就是那个膜拜单车的这个 这个维维 不是套现吗 80后套现十几个亿吗 啊 就是什么时代抛弃你的时候 前前两天不是老有那种标题党啊 就什么时代抛弃你的时候 连个招呼都不会打 对吧 你的同龄人已经抛弃你了 对吧 韩寒发了一篇文章去怼 但怼的特别特别痛快 对吧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自己的判断能力 啊 这个我们当今社会早就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一个时代了 不是说这个15亿才是成功的标志 对吧 啊 这个人与人间的关系 一个叫做这个啊 亿万富翁和一个普通的什么程序员啊 园丁啊 他们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抛弃与被抛弃的关系 那今天早上还有看到一条更逗的 我连发了几个朋友圈 对吧 就是 就是这个 你看一看 这十几亿同龄人算什么 对吧 溥仪三岁 就当皇帝了 你的同龄人 你追不上了 对吧 对吧 后来最后那一个评论太逗了 就是 三岁当了皇帝 然后六岁就加崩了 看到这一点我们好淡定了 对吧 他抛弃你了 对吧 挺好啊 对 少看一点鸡汤啊 多背一点单词 多接地气啊 对不对 少看点鸡汤 多背点单词嘛 实实在在的为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梦想去去做一点事情啊 少少堵点鸡汤啊 多背点单词 好不好啊 我也我也就 我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到背单词上了 我受不了了啊 好 我们今天来看啊 继续来看咱们的这个串线 还没讲完呢 我要大量的真题给大家洗脑 洗脑洗脑 给大家干嘛 就是要训练 你们做题的这个敏感度 对吧 好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说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一个什么的话题 好 大家看好你们的讲义啊 一上来第一段话啊 第一段话说 why do you so many 啊 唐叔今天好兴奋 我没有好兴奋 我装的 我假装的 因为好天说你们困嘛 你们困的 我 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困呢 对 我必须要嗨起来 对不对 我嗨起来才有可能让你们能够嗨一点啊 你当个老师容易吗 这是老师的自我修养啊 好 我们来看为什么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不太相信在报纸当中读的 你看我刚才讲过什么标题党对吧 你就不愿意读读都是假的 对吧 点进去看啥也没有 好啊 这是第一段话 好 继续往后来走 大家往后来走 这篇文章 我们来选一个吧 ABCD四个选项 回过头来 各位同学 有多少同学你们意识到了这是什么 问号 各位同学 有多少天你们意识到这点了 问号 没有意识到这点的同学 赶紧给唐叔的微博去打个赏 给唐叔的公众号去打个赏吧 对吧 这是 就是说明 真的你会了 你本 真的你懂 但不代表你会 你掌握了这点以后 直接做题吧 各位 直接做题 就看完这一句话 直接做题 这道题谈什么 这道题谈的是 过一B选项 讲完了 好 你发现了 你能选出B吗 各位同学 这么快 老师 我猝不及防 为什么选B 为什么 why 讲完了 打完收工 打完收工 各位 选出来了 是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点点点 能这么干 可以这么干 你要不放心 你再读一下 谈什么问题 谈的是公众对于新闻报纸失望的原因 是不是这个 是对他的一个感谢 公众失望 公众不相信新闻报纸所说的那种 你咋不上天呢 对吧 好了 我上天了 OK 好 继续 继续 好 再来 好 来看我们的第二个例子 好 记得记笔记 问题的开头 的提问 一定是和文章的中心 密切相关 好 再来 你不要看我今天肥 我说了镜头 他没办法 Service 他是 他是这个斜角度 没办法 对吧 好 好 来 看一下 我们已经看了一个创线的方法 我们还看了一个中心距的方法 这不是问题 本身 这怎么是问题本身呢 你看一下 我们问的是 为什么 你告诉 你怎么回了他 是不是说 那我们美国人之所以失望 他的原因是 那你看必须像什么 引起了美国人对于报纸失望的诸多原因 你看还是服数的 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意思 各位同学 这哪是一个意思 你自己好好读读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好 我们讲完了创线法 讲完了中心距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中心词法 我们说过第一个是直观 第二个一定要切记 他的这个同意替换 同意改写 好 这篇文章当年巨男的一篇文章 谈什么呢 谈这98年 我跟大家聊一下 考研文章当中 我昨天啊 这个这个小长假 我不知道给我推你们小长假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个人认为 作为一个考研的同学 你这三天都不应该是你放假的时间 就应该是抓住这三天的时间 和你的对手拉开差距 让他们去娱乐 对不对 你们就别单词 好好地把唐书的课 再翻来覆去做梳理一遍 我这三天 我又注意啊 我这三天 我昨天晚上加班到十点 我就一个人在新东方那个办公室里面 我把近十年的考研真题一和二的 我把整个的十年一共大概四十篇文章 十年不是八十篇文章 八十篇 我做了一件事情这三天 每一篇文章我去梳理一下 他的那个逻辑框架是什么 我们经常会发现 文章有时候是叫这个商业类的话题啊 法律类的话题啊 什么人文的话题 我觉得如果这么去分类的话呢 对于同学而言去掌握一篇文章的阅读啊 其实给大家带来的帮助不是特别的大 最多我们的词汇当中能有一些积累 所以我就想如何对文章进行归类呢 我终于找到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方式 就是按照文章的脉络 他的写作手法来分 我会发现在考研英语二里面 最喜欢提的一种考 这个文章的写的方式就是提出问题 然后分析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而考研英语一里面特别喜欢讲的是 先摆出一个观点 进行博论 我统计了80篇 这个数量已经足够了 我我我我待会给大家发一下 就这个 然后呢 呃这是英语一常考 这是英语二常考 这是他们为什么相比较而言 英语二他会要稍微简单一点点 然后两个英语一和英语二里面都会考得到 就是先提出 也不叫提出 就介绍一些事 然后分析一下 然后呢 再给出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可能是好的评价 也可能是坏的评价 其中坏的评价占了80% 我就给你统计到这个程度了 就这个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啊 就是我想把考研阅读 把它数据化 就像唐叔当时在写恋恋有词的时候一样啊 就如何真正做到客观 我就是用数据化的方式去做一个统计 就这个原则啊 我三天就干这一件事情啊 80品文章 让他的脉络做了一个分析啊 好 那么 我们来看啊 其中最难的一种考研是考过说明文的 说明文专门说明什么 是科普类的文章 那么我接下来举的这个例子 在98年考的 他就是一个科普类的文章 就说明特别难 好了 他讲什么呢 讲板块的飘移学说 天呐 你想板块飘移学说肯定很难的吧 好 这篇文章还不仅仅讲板块飘移 那板块飘移大家都会啊 以前 这个美洲和非洲 他们在一块 后来就分开了 这篇文章讲的是 相对运动还是绝对运动的问题 是说他怎么分开的呢 是说非洲不动 美洲飘 还是两个一起飘 绝对运动的问题 那相对运动的问题 难吧 好 这篇文章很有可能在当年啊 可能读不懂 好 读不懂没关系 你来看 他其实通过了一个参照物 这个文章也谈到参照物了 老师我真的看不懂 什么叫参照物 他有参照物的表达啊 但是没关系 各位先看好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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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包括他的 代替词 只带 再来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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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给人家标出来 你是不会错过这个中心词的 听明白了吧 而当你找到了这个中心词以后 hot spot叫做热点 好 就把它翻成火锅了 火锅叫hot pot 这叫hot spot叫热点 所以你来看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好 各位同学来看C选项 唯有C选项 含有这个中心词 所以就选他 这就是说中心词的方法 为什么在解题的时候会让你感觉非常的直观 我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就是做题的方法 考研是真的有方法的 文章可能没有读懂 但是你可以把这道题是能做的对的 好 清楚了吧 看好我 OK 好 我经典的一道题 好 但是 但是各位同学 但是 唐叔要特别强调一下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啊 就是在今年的考试里面 各位同学 今年的考试中 我说过你要特别小心那个改写 大家去看2010年的第三篇文章 11年 10还11年吧 讲一下什么事情 他讲的是 CEO 你放眼望去整篇文章全是CEO 你一定不错 一定不会错的 然后ABCD里边只有一个选项 我记得当时是这个 这个这个啊 这AB选项里面有CEO CD里面没有CEO 然后呢 然后这道题就是在CD选项里面去选 为啥 因为C选项的时候表达叫top Manager D选项叫top Performer 所以你注意啊 TopManager是不是就等于CEO的同意替换 同意表达 我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topPerformer也是CEO的同意替换 同意表达 所以各位就一定要记得啊 这个中音词啊 可能说哇 这个方法太好了 我让他读不通 我那东西 好 但你做的时候一定小心改写 对吧 我们就确定一定要给你挖个坑啊 就这个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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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嗯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讲中音思想题的干扰选项的排除的方法 这样可以来帮你验证答案 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谈到了两种验证答案的方法了 所以 我说阅读例子一般是不太好验证答案的 但是中心思想题是唯一一个可以清楚的排除干扰选项的一种提醒 那么怎么来排除他的干扰选项 这是我接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而且你很好掌握 好 接下来 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第一种中心思想题 他的干扰选项常见的一种特征 第一个叫范围太小 也就是片面 例如我们刚才见过了 什么解释了美国大量发明的流线呢 我们谈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你选项当中只谈任何其中的一点 都可以把它排除属于片面的 所以我们说范围太小比较片面 这是容易排的 大家同意吧 这是容易排的 但是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范围太大了 就这个选项 他确实能够囊括整个文章上讲的内容 但是太大了 你不太好把握这个度 对不对 我们说我度要把握好实在太难了 那怎么办 来 大家看好 唐叔给你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这个是比较难以排除的方法 比较难以排的一种干扰选项的形式 那么我们就通过回头作文 大家记下来 写笔记 回头作文 什么叫回头作文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给文章一个叫best title吗 要给文章一个最好的标题 对不对 那你在选完以后 假设你想选 你选完以后 你就以A选项为标题 你自己来构思 一篇文章 然后你构思的这个文章啊 和我们的原文 之间你做一下比较 如果发现这个思路 这个结构框架差不多 那这个答案是对的 如果发现之间差距特别的大 那说明你这个选项 一定是选择有问题的 我说清楚了吧 好 老师那那个考试的时候 哪有那么多时间 这个方法不难 你读完文章以后 你可以迅速的就作为一个构思 这不是一个特别难的方法 运起来其实很快的 所以很多人在练速度 你们现在不要管时间 当你把这个方法熟练以后 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快 所以唐叔再次强调啊 在你们平时做练习的时候 在做的对和做的快之间 先练习做的对 先不要管时间 因为没有正确率的保证 任何的快都没有意义 听明白了吧 所以你多加练习就可以了啊 好 OK OK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篇文章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案例 通过回头作为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我把整个的文章给大家过一遍 我为什么要 老师你创线不行吗 不行 我还是还原到我们最原始的一种做题的状态 我们要通读全文 通读全文 它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给大家 制造一些干扰出来 就是文章 它是由重要信息和次要信息来构成 对不对 好啊 所以当你在看文章的时候 你肯定是全看了 全看以后你会发现 你比较一下全看和只看部分 哪个效果很好啊 好 OK 好 首先我们来看 叫No company likes to be told It is contributing to the moral decline of nation 他说没有一家公司希望被告知 他自己啊 正在导致 contribute to 导致了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 天哪 一个公司就能使一个国家沦丧 道德的沦丧 以前那个叫什么快播 对吧 一家公司 对吧 造成了特别不好的一些影响 没有一家公司 希望自己是这样子 接下来 马上有个人在质疑了 Is this what you intend to accomplish with your careers 这难道就是你想要去完成的使命吗 这谁呢 一个 对 现在的快手 对不对啊 真的啊 什么快手了 抖音呢 我我我其实蛮烦的啊 我我我我几乎不看 几乎不看 对呀 他他其实真的是浪费了我们大把大把的时间 好多人说他们快手或者抖音上一刷就是一天 你这么好的时间你做点什么事情不好的 对不对啊 太浪费时间了啊 好 Senator Robert D 这个人谈到啊 Senator叫做议员 啊 清明节我看到的最棒的一个帖子 就是以前讲的那个那个那个漫画啊 那个动画片 就是讲死亡的 他说人这辈子有三次死亡 第一次就是你 你这个生命终结了啊 就没有没有生命特征了 第二个呢 就是你你开完那个仪式啊 就是就上面你的身份就彻底在这个 世界上消失了 那第三次的死亡就是你真正的死亡 就是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还记得你的人 他离开的时候 你就从这个世界上啊 对寻梦黄游记 这讲的太棒了啊 你就彻底被人遗忘 没有人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来过 我清明你都要去记一下祖 对吧 啊 你可能要去你这个 这个这个前辈啊 你的爷爷奶奶或者曾曾曾祖父 但你再往前的地再往上五代呢 你记得你的曾曾曾祖父是谁吗 你有磕过头吗 没有 对吧 所以我说过人你在活的时候 你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长一些 其实中国人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叫名垂青史 叫永垂不朽啊 对吧 永垂不朽 他就是让你永生那种方式 什么叫做 什么东西不朽 只有你的名 对吧 关于拜走卖城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呀 叫欲可睡不可悔其白 竹可焚不可允其 结深睡死 明可垂于竹坡也 就这个啊 所以大家尽量让自己的 这个生命更长一些 这个生命指的是我们谈到的第三个维度的生命更长一些 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吧 让更多的人能够更长久的记住你啊 好 所以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 对吧 无意义的事情上啊 好 他说 这难道是你要完成的使命吗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议员啊 他在质疑我们的这个时代华纳公司的总裁 You have sold your sauce 你已经出卖了你的灵魂 难道你还要去腐败我们的国家 威胁我们的孩子们吗 那么在时代华纳一边 However 要做出回应 这样的一种质疑 simply the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the soul searching 他只不过是我们的这种灵魂探索的一种呈现 好 自觉公司成立 1990年啊 那什么叫做自我反省呢 他这个自我反省啊 involved 叫涉及 涉及到以下三个内容 叫 responsibility 叫责任 creative freedom 叫创作自由 corporated bottom line 还有叫公司的底线啊 其实谈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文章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叫总分的模式 在他的结尾处啊 是不是谈到三句三个内容 责任 创作自由 还有公司底线吧 OK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段话就是针对其中的一个分论点展开的你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啊 第一个分论点啊 在这场争论的焦点控指的是他的中心焦点 争论的焦点是这个主席这个总裁啊 他在干嘛呢 作为一个总裁首先 on the financial front 在财务方面 财务的或者叫做经济方面 你想想这在谈什么 这个地方谈的是不是就是来看好啊 是不是谈的是公司的底线啊 什么叫公司的底线 注意 做人的底线不是道德 做人的底线是生存 你得活着 所以作为一家公司而言公司要活公司要活 所以首先谈的是你看 他的财务 他的经济状况的问题 我说清楚了吧 好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分论点展开的地方啊 你看 所以后面的谈什么事情 你看啊 他挣了多少钱 对不对 你看有多少多少钱呢 有多少多少债啊 对不对 好啊 好 再往下来看 the flap of a rabbit is not making life any easier for him 他说呢 对于flap flap的意思呢 叫做鸟在拍打他那个翅膀 穿翅膀 所以在这边把它引认为叫打击 攻击 攻击 相当于attack 他说啊 对于饶舌rap 中国有嘻哈 对吧 对于饶舌的攻击 让他的日子不好过 make life any easier not 表示了是一种 这个负面的评价 好 再来 L这个人还记得吧 就是这个公司的CEO啊 他一直都在捍卫 consistently 一直都在捍卫这家公司的饶舌音乐 基于他的expression 他的表达 那么后面你看啊 在干嘛呢 举例子啊 他的举例子 然后呢 他把饶舌音乐 称之为一个合理合法的 对于街头文化的描述或者是表达 都在捍卫 你看都在强调他的观点吧 举例子是为了支撑观点的 然后 他继续来谈 the test of any democratic society 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考验 liars not in how well it control expression 他不在于你多好的控制你的表达 but in 而在于 是否能够给予自由 给予谁的自由呢 思想和表达自由 以最大的可能 the widest possible latitude 谈论自由的问题吧 好 所以在这个标识谈论 来 各位同学 第二个分论点 第二分论有什么问题 来 创作自由啊 我的表达要自由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你看每一段话 我们通过这个总分的模式 都是可以清晰的抓住的啊 好 再来 latitude 对 他可以叫做维度 或者叫程度 都可以的 好 之后 L这个人 他对于上周的这场争论 不做任何的评价 但是 有极象表明 这个主席 就是那CEO 他是他的同意替换 正在 退缩 back off 往后退 退让了 在哪个方面退让呢 他的强硬的立场当中 退让了 在一次讨论当中 during the discussion 开会的时候 他坚称asserted 这个单词 他表达的是 强烈的坚定的认为啊 music is not the cause of society's ease 音乐不是社会疾病的根源 但与此同时 但是 他也同时谈到了一个平衡的问题 谁和谁的平衡 在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 好 你把这个社会责任做一个计划 好 到此为止 我们的文章的三个分论点 是不是就全部讲完了 每一段讲一个分论点吧 公司底线就是赚不赚钱的问题 对吧 创作自由 表达以自由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来责任问题 啊 你看 叫社会责任 和自由之间 你要有一个平衡啊 好 那么 还有最后一段话 15个 board 叫做董事会啊 这是经济类的话题里面 或者叫商业类的话题里面考虑特别多的一篮词 15个董事会的成员 总体上是支持他的 最 但是好了 我后面不看了 我都知道 后面是说什么 好了啊 后面再说的是 有人 不支持 我就读完了 我就读完了 好 所以啊 我们整个文章读完以后呢 我们这道题选哪一个呢 我们给这篇文章一个最好的标题是来ABCD四个选项啊 A Company Underfire 公司在炮火当中受到了批评 B说 一场对于道德衰退的争论 第三 叫街头文化的合理合法的表达 第四 创作自由 好 首先我们来做排除 好不好 首先中心思想题 我们先来排除 首先来排除一下啊 首先排除我们三个分论点 首先排除谁 那创作自由 地权是不是可以排除 还可以排除谁 哎 C选项对吧 街头文化 我们也是在某一个段落里面谈到的吧 各位同学 你想想 他只是在一个段落里面提到 他怎么可能构成为全文的中心思想 我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对吧 好 那么剩下的就是A跟B选项 那么在A跟B当中啊 我们如何来选 我一定反复强调 各位同学 这道题太精彩了 画上五角星 画上五角星 为什么精彩 我看你们的选择 我就知道这道题太精彩了 好 注意 你们还在怎么做题啊 各位 你听得懂 我多少遍讲这个问题了 各位同学 你听得懂 不代表你会用 你是不会用吗 你亚哥就没有用方法 你们用了方法吗 各位同学 所有选B的东西 你们用方法了吗 这道题你应该用什么 你是跟着唐书法 我来读了一遍 你就选B了 你都不用方法的呀 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方法 什么方法 串线吧 你来串一下线吧 各位同学 这个B选项就是全文的第一段的内容 我们仔细的来串联一下吧 各位 没有一家公司想被告知 他导致了道德的衰退 然后一上来 议员就在质疑他 再来你串第二条线 在这场质疑的核心 就是CEO这个人 再来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flap我都刚才提示你了 他就等于attack 对于他的攻击 让他的日子不好过 under fire发现了吗 是不是对他同一提换 同一改写 再来 他对上周的这场争论 攻击不做任何的评论 但是他已经开始退让了 你再来看最后一段话 总体上在支持你 但是核心在后面 我们在干嘛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批评你 under fire 好 老师我不服气 创新的方法 我看的还没有那么的清楚 我不服气 好 我再给你讲 各位看好 我今天讲了有什么原则 回 头 作文 你来体会一下 这个B圈就是个典型的范围 特别的大 大到什么程度 这边文章能够谈道德衰退吗 道德衰退 你想想我让你回头作文 你就以他为命题标题 你来写 你来构思一篇文章 刚刚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时间来不及 一定来得及 道德衰退呀 你想道德衰退会设断什么问题呀 你首先会怎么写 你首先列举些现象吧 例如你看到有 有现在老太太过马路 没有人敢扶 对不对 摔倒了也不敢扶 公交机身上又小偷偷东西 你也不敢说 等等等等等等一堆 现象列举完了以后 你干嘛 你是不是要开始分析原因 为什么道德会衰退呀 好了 道德它是 它是思想层面上的吧 精神层面上 那一定是以物质为基础的 是因为我们的今天 我们的贫富差距会比较的大 所以会产生很多的仇富 等等的不平衡 所以我党现在提出什么了 我党提出新的 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人们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吧 你看 还是和胜利是有关系的吧 好 你分析完了这个原因 最后你要给吗 给点建议 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 道德衰退的问题吧 所以你会发现 这框架太大了 你怎么可能局限在 这是什么呀 时代华 那翻来覆去的谈的是什么 一家公司啊 我说清楚了没有 好 还是用方法 还是用方法 各位同学来 老师我还是不服 中心词 各位同学 你们找找这篇团的中心词 company 打完收工 谁还要付 你就大赶来提 我一定要提 我至少我收购 我在 我在新东方 我现在主要 和公司 跟同学们上课时间比较少 我一般就是线上课 那除了我在上线上课 我更多的时间 我是做老师的培训 我对老师的培训的时候 我有一个核心的要求 我说 尤其教阅读的老师 我说过各位老师 作为一个阅读老师 你上课不用讲笑话 不用讲笑话 你可以把一道题 讲出花来 什么叫做 庙题生花 一道题 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思路 来给同学们进行分析 这样能够保证 所有人都能够理解 都能够听得懂 照顾到所有的范围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各位同学 就这个 不用讲笑话 你可以把题讲得很精彩 还要用什么笑话 所以我刚才给你们三个思路 第一个创线的方法 创线的方法当中 你要记得 under fire 叫 很多人 你不是玩那个 大鸡大利 今晚吃鸡吗 fire in the hole fire 什么意思 就攻击的意思 对不对 under fire 受到攻击 这篇文章不就讲一个公司 饱受争议吗 对不对 好 你用创线的方法 你注意一下 这个饱受攻击的 同一题换吧 第二个 我谈到了中心词的方法 你一定能够抓住company company都没有改写 你发现了吧 包括time warner 他不就是代表公司吗 而都是出现在我们的各段的手据的位置 你是可以找到之间的交集的 对不对 好了 你打游戏也打得有意义一点 对不对 好 最后就是排除B选项 用什么 回头作文来构思 你看 不会错了 不会错 这是一定选 但是大家会发现 刚才屏幕当中留言的同学 大多数从你们都选择B选项 太好了 太好了 非常好 你们来听课就是来犯错误的 这要是你做错了 不仅是思路上的错误 再一次提醒你了 把唐书的课至少听三遍 做过的题目再去做 每做一遍 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你听懂了 不代表你会用的 你们要干嘛 敏感度 这个敏感度是怎么培养的 就是你不断的反复 你才能够有这个敏感度 不要说什么 老师这道题 我做过一遍 我答案都记住了 那又怎么样 唐书教考音阅读 我教了十年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我都已经看了十年 我还能有新的体验 各位同学 努力吧 就是反复 就是反复 唐书受人语 更要受人语 我不仅教你做的方法 我要把这个学习的考研阅读的 学习的方法教给大家 好 OK 好 继续来看 不会看图 我真的不会看图 我每次看文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有一种快感 我看考验的文章 我就是有一种快感 我就好好兴奋 就每次我干一件什么样事情 我累了 我最好的调剂的方式就是 我去看一篇考验的阅读理解 哇 我的世界就天亮了 你知道他们那种感觉吗 好放松 我回到了自己的领域 明白我意思了吧 在我这个领域里面 我有绝对的话语权 就是你但凡做一件事情啊 其实他就是要给你快感 就是要给你正面的反馈 然后你会发现 那又怎么样 我都已经看了十年 我还能有新的体验 各位同学 努力吧 就是反复 就是反复 唐书受人语鱼 更要受人语鱼 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吹牛逼吹过了 考研阅读的学习的方法教给大家 好 OK 好了 太激动了 吹牛逼吹过了 好继续来看 你背单词什么时候最难受 是不是 你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我真的不会看透 我每次看 你背一个 我不认识 背一个 我就是有一种快感 你老是获得负面 我看考验的文章 但大家能不能坚持一下 我就好好信 当你背到后来的时候 我每次我干一件什么样事情 我累了 我最好讨计的方式 你越背 是不是就越有考验 我怎么全都认识 我在那边 我的世界就 但能够想象 天亮了 你知道他们那种感觉吗 你背背背背 他就有成就感 好放松 所以你就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办法学 你要坚持下来 后面一定是 在我这个领域里 我有绝对的话语权 就这个原则 对吧 你越做一件事 尤其当你看到旁边的同学 他什么什么都不认识 他就是要给你 太少了 就是要给你正面的反应 然后你会发现 幸福来自对比 就这种感觉 好 接下来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02年的第一篇文章 我们同样是给大家的中心思想 在 今天稍微拖一会儿糖 各位同学 多给大家讲一会儿 大家不介意 反正我讲两小时和讲两半小时 我拿的钱都一样 我给大家多多多多讲一会儿 就最关键的你们要会用 03年 谢谢你们的提醒 03年那道题 我提示大家中心词 你看他 就这个 你去创线 在创线的当中 的那个交集 就是这个核心对象 就这个啊 他不是man thing 不是demand 是这个词 ok 思路比这个答案更重要 好 接下来 好 我们来讲 最后一篇文章 这是关于我们中心思想 这个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 大家竖起耳朵 我们一起来创线 你看你先创线的好处是啥 你看 to make your human work you should 为了让你的幽默能够有效果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必须的joke 一个笑话 什么的笑话呢 关于医生的一个笑话 在暗示一件事 就是在护士的眼中 医生们怎么样了 其实你创完两道题 你就知道 咱们这篇文章讲什么 是不是讲幽默的 你看啊 好 第三题 你能从文章中推测出 公共的部门怎么样了 第四题说 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 幽默的故事要如何来传递 就怎么去讲一个笑话 对吧 给文章一个最好的道题 肯定是跟幽默相关的 好 这个文章是教你怎么讲笑话的 对吧 就笑话的注意事项 你看我创完题 看这篇文章的大方向 是不是就有了 大方向不就中心吗 所以一定是先提后文 好 好 我们首先来看啊 今天讲的我也挺开心的啊 好 全错的同学 你更有必要听了啊 好 你来看一下 这个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 你应该干嘛 好 一个细节题 他说 if you tend to using humor you talk to make people smile 你发现没有 如果你打算使用幽默 在你的谈话中 让人笑 你看你讲这个笑话 然后 然后别人不笑 你很尴尬 但如果别人笑了呢 是不是就说明你的幽默起作用了 所以他就是我们这道题的改写 你发现了吗 各位同学 对的啊 你听唐书洛克这个不困也不饿啊 呈现了 you must know how to identify shared experiences and the problems 你就应该知道去确定你们共同的最shared shared在这个我们说共享单车对吧 共同的 共同的经历和问题 对吧 我看到有个同学留言说那那那董老师的笑话你一个都没笑过啊 不至于吧 我今天听到最好的笑的笑话啊 太好了啊 幸福来自对比嘛 你们听我的觉得很开心 你听小董的不开心 我就特别开心 你们知道吗 哈哈哈哈 啊 好啊 这个 好了继续啊 继续 好 好 那助教啊 助教把我刚才那段删了 人性啊 人性 好 他说 你的这个 你的幽默 必须是和这个听众啊 相关的 并且能够 帮助 去呈现 告诉大家 show them 告诉大家 you are one of them 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并且你还了解他们的处境 并且来be in sympathy with 这个词组啊 be in sympathy with的意思 大家发现这个sympathy的意思叫做同情啊 来大家看一下当年的干扰选项啊 来 D选项 show sympathy for your listener 他其实就是对sympathy这个单词啊 给你设计的一个干扰选项 因为 sympathy叫同情 但是be in sympathy 这个词组 他的意思叫做同意赞同 所以这个词组和这个单词单独使用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所以递选项 所以各位同学递选考什么 各位同学 是考你词汇 里边的词组啊 透过现在看本质 各位同学啊 透过现在看本质啊 你不要沉醉于唐书给你教的那些方法啊 这方法好好用 你看 单词还是得背啊 拿命背啊 对不对 好 再来 Depending on who you're addressing the problem will be different 取决于你谈论 address 除了叫做这个地址以外 他还可以表达叫谈话 对吧 取决于谈话对象的不同 你的问题也就不一样 If you are talking to a global manager 如果你是在和一群经理人聊天 你就可以开谁的玩笑呢 refer to 你就去开 就指代那个人 指代谁 disorganize the methods of them secretaries secretaries叫做秘书 你就去开他秘书的玩笑 说他秘书工作 叫disorganized 我这秘书不行 对吧 工作都乱七八糟 好 反过来 相反 如果你是在和秘书聊天 那你开谁的玩笑 你就去开老板的玩笑 说这老板 我这老板 他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所以这叫什么 见人说人话 见鬼 说鬼话 不同的人 你得用不同的讨论对象吧 总而言之 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 各位同学啊 懂得去分析咱们文章的 各位同学 来 共同的话题 他们逻辑之间一直是一致的 你看 画等号 画等号 画等号的逻辑 分号也是等号的逻辑 等号的逻辑 好 所以咱们这道题 来 C选项 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个B选项就是语文当中出现的一个词设计的干扰 make fun of 啥意思 取笑 我们说开他的玩笑 不是要取笑他 而且你不觉得一个B选项 这太 太细了吗 让你的幽默起作 你就要去取笑别人的杂乱无序 他只是举着一个例子 难道我开玩笑只能开这个吗 我刚才是不是开了一个小董老师的玩笑 我没有说小董老师杂乱无序 我说他什么 他讲的笑话不好笑 对不对 所以这个B选项太片面了 一定不能选他 好 这个A选要叫做取 来 这个词错了 叫利用 从来没有说要利用观众 我们只是说要和观众保持同一立场 这个A选要这个词错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一个凑率也很高的一道题 他说 他说这个关于医生的这个笑话 说明在护士的眼中 他们怎么样了 好 各位同学我先提示你 我知道这道题你会做错 而且我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你都会做错 而且我还给你提示你还做错 各位同学啊 就这么牛逼 就这么任性 来我们把这个词做记号 in the rise of nurses 大家把这个词做记号 in the rise of nurses 在护士的眼中 就个我先把这个 我把这个注意事项都给你拎出来 你还能错 各位同学啊 他讲了个笑话呢 这个笑话给你讲一讲 正好咱们这个今天多想会儿啊 困我就给你讲个笑话 在这有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笑话啊 我这笑话从这护士的聊天的时候 conversion 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聊 他这笑话还 which works well 他很有效果 很好笑 因为 关注 share the same view 他们都对医生有共同的观点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们从大来讲 share the same view 是不是第一段的内容 所以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什么关系 第一段是论点 第二段是举例 你发现了吧 整个第二段 他都是举例子啊 都是为了说明 公这个幽默要起作用 就必须要有共同的观点 非常的呼应 对吧 好 再来 我在 我在加速 我在加速 我真的在加速啊 我确实会传不过来了啊 好 你看啊 有一个人来到了天堂 并且在这个圣皮特的带领下 就那个大天使啊 好 这个 他们看到了这个新来的人啊 他看到了一派 wonderful beautiful stunning 一派祥和的 祥和的景象 每一个人的peaceful polite 总而言之 他看到天堂特别的好 对吧 特别的美好 直到 啊 nt 直到排队吃饭的时候 waiting in the line 排队了 这个新来的突然啊 push 注意啊 be push 他被别人推了一下 被谁推了呢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推了一下 这个人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head of the line 然后抓起了自己的食物 然后就自己走到他的餐桌旁边 然后就新来的就问这个圣彼得 哎 这哥们谁也这么没礼貌插队啊 然后圣彼得回答说 这哥们是上帝 但是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医生 各位 这个 这个笑话就讲完了 首先我问大家 这个笑话你们都肯定看懂了 但是好笑吗 各位觉得好笑吗 反正我是觉得不好笑 哎 你好配合呀 还有哈哈哈哈的啊 你之所以觉得不好笑 有没有思考过他的原因 你看 share the same view of doctors 因为你们和医生之间没有共同的观点 没有亲身的经历 我说清楚了吧 就这个原因啊 可能在医院里实习过的同学 你可能就有感觉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道题 那这个笑话关于医生笑话 说明在护士的眼中他们怎么样了 好你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排除一个避错的学校 第一说的是他们吃饭的时候很忙 这典型的是讲例子本身的内容吧 好 还有呢 他们对于新来的不太礼貌 是不是讲排队啊 插队了 是不是都在就事论事 你看吃饭呢 不礼貌啊 是不是都在讲这个例子本身 所以啊 我相信很多同学 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在B跟C当中去徘徊 然后在B跟C里面 你们就选错了 来 各位同学看好 C选项 Intitled to some privilege 当年特别的同学选了C选项 说 在护士的眼中 医生被赋予了特权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C选 你们不觉选错了 我还要告诉你们 你错的太离谱了 C选项的核心意思和原文中要表达的意思 相反 你居然都能选错 第一个特权是没有提到的 第二个呢 老师他能他能他能跑到队伍的最前面还不挨揍 他是一种特权呢 好 各位同学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各位同学看好 他关键是反了 我都给你提示了 在这儿呢 在护士的眼中 我问你啊 在护士的眼中 你把它连在一块 在护士的眼中 医生有没有特权 你想想 在护士的眼中 医生有没有特权 在护士眼中 医生没有特权 因为没有特权 是医生自己觉得自己是上帝 自己以为自己有特权 但是护士不买他的账 所以护士才开了这个玩笑来挖苦 我们的医生的 你们想明白了吗 就这个 不是你想不到 而是你没有去审提议 各位同学 这道题本质上讲 你没有审提议 所以你只能选谁 叫做very conscious of the godlike rule 他们自以为 自以为自己是个上帝 其实各位同学 你们发现没有 自以为这个词是 毕选项和寺院之间最大的区别 因为毕选项 我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 毕选项像上帝一样 像上帝是不是就等于有特权 我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但问题就在于来 这个地方才是语文的正确表达 好 如果没有听懂的同学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唐叔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的经验 就一个老师 最重要的就是把一个例子给你讲清楚 我用举例子来说清楚 来 各位同学挺好 我每次去北京 我去北京录课的时候 你们后面看到唐叔的那个课都是在北京的那个录影棚里面录出来的 我每次去北京录课我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要经过那个长安街 长安街呢 就是这个经常会封路 就上下班那个高峰的时候会封路 可能是有国家元首要出行了 就长个那条街那么宽 我们就给老师来等着 大概一般就五分钟 可能不到三分钟 因为元首出行 所以要封路 他走的就特别快 我问你 他有这个特权 你会挖苦苦 我问你啊 你会不会开玩笑来骂他 不会 唐叔认为这很正常 因为作为国家元首 我们老百姓为他腾出宝贵的时间 他把这个时间去处理更重要的 或者叫做为人民服务的更重要的事情 最后都是汇集于民的 我觉得这是互惠互利的 我认为挺好的 我愿意就等个三分钟五分钟 所以他有这个特权 我并不会开玩笑来挖苦他 好 各位听你想想 唐叔在北京录课 我每天录的特别辛苦 我也想早点就回来 直接就休息吧 那唐叔录课的时候 能不能把录给我封了 好 唐叔一下课 长安街封路 唐叔就直接回酒店睡觉啊 你看老百姓会怎么想 你他妈谁啊 你不就是一 你就不一戏子吗 对吧 你就是说书的 你有什么特权 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 是不是就有人会来挖苦你 所以说明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来挖苦你 在老百姓的眼中 你是没有特权的 所以他们才会来开这个玩笑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这个试验就不能选 对不对 各位同学 想明白了吧 我这个例子应该是我反复想过 我到底用什么例子来给大家说清楚啊 我后来在线下已经实验过了 我用这个例子 其实马上就明白了 懂了吧 就这个啊 所以在户 这个问题关键在哪 在护士的眼中 医生是没有特权的 如果在他们眼中 他有特权 他就不会开这个玩笑聊 就是这个啊 好 不多说 再来看 好 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能够从原文当中推测出什么 他说 如果你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 这道题我略讲啊 因为他 他涉及到是一个推理判断题 呃 我们先略过去 我们来看重点的 倒数第二题和最后一题啊 倒数第二题说 为了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幽默故事应该如何来传递 就是你怎么讲笑话 他的那个形式 笑话的形式 你来看啊 if you awkward being humorous 尴尬 awkward 如果你发现你不会讲笑话 对吧 很多人你看就是你讲笑好冷 如果你感觉很尴尬 you must practice 天呐 连讲笑话都是可以练习的 直到他变得非常的自然 各位同学 疫情天下无难事 备单词算什么 我是一个天生没有幽默感的人 但是你是可以练出来的 但是你是可以练出来的 包括一些随意的 即兴的一些表达 你是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 没有任何压力的方式把它传递出来 Often Often It is the delivery 往往 正是这种传递 本身引起了观众的 发笑 所以说话的时候要讲笑的时候 你要慢一点 要时不时的竖起自己的眉毛 或者表现出什么叫做竖起眉毛呢 你看后面解释了 表现出一幅难以继续 unbelieving的一种表情 都能够帮助你 表达你的幽默 所以各位同学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 这个笑话呀 你说什么样的人讲笑话就好笑 什么人讲笑话就不好笑 对呀 全靠演技呀 都是靠演的 郝老师跟普通老师也都是靠演 你们有没有感觉 同一个笑话 有的人讲好笑 有的人讲完全不好笑 你们同意吧 都是一样的呀 所以说明笑话好不好笑 跟内容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跟他的delivery传递表达的形式有关 我举个例子啊 你看好 你们看着屏幕 你现在把屏幕放大看看乘书 好看好 我现在给你讲个笑话 同学们 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 说的是 各位 我讲完了啊 这是第一种传递的话 你觉得好笑吗 各位好笑吗 是不是一点都不好笑 好 但是我现在再给你讲一个笑话 各位 我来跟你讲个笑话 各位 接下来讲一个笑话 怎么样 感觉是完全不同 你的表达的形式 你的面部的表情是都会产生这种笑话的模式 听明白了吧 所以笑话不在于你的内容 而在于你看啊 deliver 对吧 正是这样的一种delivery 他的传递 所以幽默的故事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 你看反复强调什么内容 relaxed unforced casual 被反复强调的是重点 重点是考点 所以咱们这道题选择的是 来 递选项 都是casual casual casual的什么 同意表达 同意替换 对不对 说清楚了吧 deliver deliver 好 就这道题递选项 不难 不难 对啊 所以有同学你看练着有词 这个 很多人在看练词的时候 这个 就是以前那个伟哥 伟哥讲词汇 他解决了一个最关键的痛点是啥呢 就大家觉得单词很枯燥 对吧 那伟哥你看他讲的笑话 他其实也不好笑 我跟你说啊 真的你研究一下他不好笑 但是伟哥那表情 他长得天生就 就好笑 长得就好笑 所以没办法 因为你们去观察一下啊 人家大伙正常的笑的时候 嘴巴是往上抬的吧 那伟哥那笑的呢 他那嘴巴是往下咧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各位 是不是给模仿一下 对不对 你看看是不是就抓着他问题的本质 就是意思啊 OK啊 好 再来就不是他的内容 是他的那个本身的形式啊 好最后来看一下 四个五题啊 最好一标题 是什么 全文的中心 好 这到底怎么去做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ABCD的四个选项啊 来来回归正题 A选项 叫有效的使用幽默 B叫各式各样不同的幽默 C把幽默加到我们的演说当中 D说不同的幽默的策略 ABCD来先排除各位同学 来先排除 来唐叔都帮你们串线串好了啊 串线串好了 我们再来把线串一遍啊 如果你要使用你的幽默让人笑 你就应该确认共同的经历 接下来举了个例子 如果你是这个讨论话题的一员 你就应该处于一个位置 了解大家 还是有共同的经历话题 所以你发现 一二三段其实是一个大的段落 好 第四段 第五段 如果你感觉很尴尬 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寻找幽默 你创完以后啊 我们首先来排除啊 首先C选项一定要排 一定不能选C 为啥 你看这个词错了 Speech Speech指的是非常正式的演讲 这词就错了 我们原文中指的是干嘛 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 Talk 这绝对不是同一题话啊 好 再来看 D选项 D选项也包括这个B选项 B选项说叫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我来 我们做什么事情 来回头作文 马上能排除 你用回头作文 是不是很好排呀 各位听 你想想 如果你选B选项 你以他为标题 这篇文章会怎么写 你会这么写吧 幽默 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对不对 你不可能文章写成 目前这个样子 我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 你看 啊 好 那么最后我们是如何锁定这个A选项 你看 有效的使用幽默 我说过呀 前三段是不是一模一样 都在干嘛呢 你使用幽默让人笑 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幽默是非常有效果的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第四段的本质是什么 各位听你们想想第四段的本质是什么 第四段在说 你如果讲笑话的时候感到很尴尬 啥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在使用幽默的时候 没有效果 我该怎么办 一正一反 你发现了吗 一正一反 各位同学 正反双方 你看 你不要用尴尬这个词了 你用否定的表达不就可以了吗 无效果 好 再来 唐叔最后再给他介绍一个方法 最牛逼的方法 各位听众看好 各位同学 来 串联一下题杆 你们看 你们再来看一下串联题杆吧 答案早就告诉你了 让你的幽默能够有效果 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 你的幽默应该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不好 OK 牛逼牛逼 好 所以这个 我最后给大家多说一句话 第一个提醒你们 这个 预习 预习 就是讲一后面所有内容 大家都预习一下 第二个 就是我提示大家 任何一道题 都不要放过它 请你能够找到 我对你们的要求 就按照老师的要求 多角度去思考一道题 多角度 思考同一道题 这样你就能够对考验那个命题的套路 更加的熟练啊 这个一切 你多角度去思考的目的 其实就是培养你的那个敏感度 对吧 你就让你有意识的按照我们上课讲的一些方法 按照方法去做题啊 好 今天 今天要多讲了一会儿啊 好 拜拜啊 拜拜